历史风云渐网之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林依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中国的荒唐皇帝 我们先来看的这一位呢 是明代的明神宗 他是明朝的第十四位皇帝 1582年他亲政的时候 史书上记载明朝国库充盈 太仓里头啊 积存的米粮可以支用十年 可是到了万历中后期 环市库房一空如洗 让国家陷入了危机 明神宗患了酒色财气 这四个大病 为了要满足私欲 全国大征税 从万历16年开始 民众抗争不断 包括了福州爆发强米蜂巢 各地的税力 征税太狠了 成了过街老鼠 亲者遭到了民众拿石头砸 严重的甚至遭到了百姓追杀 全国各地民变不断 这时候的明朝 就像是一壶烧的滚烫烫的热水 这个水壶底下还不断的加热 随时可能会爆炸 烂摊子竟然是由后代来收拾 无怪乎清代的史官 在修明史的时候 感叹道明之王 时王与神宗 来人 来人 皇上 穿奴婢有什么吩咐 穿飞品 飞品是锦 穿哪位啊 把两个都叫过来 是 不 叫三个 三个一块来 是是是 宁静的夜才刚拉开序幕 明神宗朱义军就等不及命令太监 将飞品一个个送进前清宫 他荒淫纵欲 他贪财戴政 万历皇帝的荒唐事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灵性哪一个人不知道 他就用那个萤火虫 萤火虫如果飞到哪一个 飞子的法栈上面 他就灵性那个飞子 所以造成了历史的荒谬 这那飞子们 他们都用香水 放在那个法栈上面 就造成 萤火虫就会跑到那里去 奴婢求来一种仙药 吃下去以后啊 神勇无比 拿来看看 怎么吃饭 远离取小兽 调入茶水即可 行吗 放着 今天晚上试一试你的仙药 矿上切记 千万不可多福啊 冰神宗夜夜声歌 沉沦男欢女爱 为了展现雄风 他服用春药 一夜灵性好几名飞瓶 已飞新鲜事 他不仅爱女人 更要男人也成为他的囊中玩物 一口气一天之内 就立了九个冰飞 而且他还立了所谓 他除了喜欢女孩子之外 他也喜欢美男子 这美男子号称石郡 所以我们和平起来叫九冰石郡 然而这石郡 我们可能额外介绍一下 这石郡这十个男生是什么 这十个男生其实是太监 集体来做一些性游戏等 那就像类似牛肉肠 甚至还有像今天叫几批游戏等 那个时代其实都已经有了 不是只有现在才有什么几批游戏等 所以这个也不要 因为时空见惯了 一天那九个飞瓶已经够夸张了 明神宗还找来十个白白净净的小太监 每天晚上陪他饮酒作乐 当年的紫禁城内夜夜灯火通明 狂欢笑声通宵打蛋 酒瓶石郡也让明神宗在历史上留下不堪的骂名 明神宗靠着服用春药支撑每日放纵盈乐的体力 据传万历皇帝会染上吃壮阳药的习惯 都是受到从小监督他到大 一代明臣张居正的影响 他大概真正登记有案的太太 应该是七个 七个老婆 那当然其他的后妃等 其他的那个机械就无稀奇数 西纪光金光犯两个普斯美妮 这叫杨妞 还甚至找了一些军人给他 叫他什么黄中树 下令军队军人抓了一种动物叫海狗 取取海狗的肾 把他熬成药 然后送到北京给这个张居正喝 那张居正因为喝了这个海狗肾 所以他的整个肝火上升 肾火也上升 所以身体市场花热 所以张居正在历史上 这个是正史的记载 他不怕冷 虽然贵为历史上有名的政治改革家 但是张居正的私生活 却不如正机那样耀眼光彩 下朝之后张居正好美色 爱喝酒 虽不到荒影长度 但是这些坏习惯 看在名神宗眼里 早已潜移默化 你刚才说夜狱使女 朕从没听说过 那岂是常人能够办到的 常人 自然是想都不敢想 可是皇上 你哪是常人呢 天子 就是人间的活神仙 只要是掌握了适当的技巧 一定是无所不能 明牧宗在位时 大学士张居正 以出众的才能 深受牧宗信任 牧宗驾崩后 一照任命张居正等三位大臣 辅佐十岁的神宗 治理国政 他对神宗的教导 可说尽心尽力 但也因为求好心切 长压的神宗喘不过气 编类了历代 自乱兴衰的一些事迹 总共有百则 要名声中 要万力 每一天要读 读这些文章 方教说 他想把这个名声中 教育为当代的民君 丁人他读书的时候 他不小心念错了一个字 结果就被张居正给大骂 所以他的内心 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平的因素 曾今日特意圈出这两个条程 给皇上看 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 我大明朝的这些 封疆大力福库之臣 现在都在干什么 在张居正担任首府的十年间 万历时期成为明朝 最复数安定的时代 但是在张居正的高压管教下 明神宗也过了十年 不开心的岁月 直到张居正逝世 二十岁的明神宗 就像脱江的野马再也无心管理朝政 皇上现在这个样子 一会儿在大内开集市 一会儿要自己住同前 让他病症 我实在是不放心 让皇上变成一个贪财好色之人 那朝廷刚刚新成的清明政治 推行万历新政所取得的种种绩效 岂不又要毁于一旦 不行 我不能让皇上一期容是人 该建筑的一定要建筑 万历十四年 他就以生病为理由不上朝 可是当时的群臣都认为 皇帝生病不上朝 这个也应该啊 我们要体让皇帝啊 可是这样不上朝 竟然到万历十五年了 成为常历 不但是常历 从此以后就不上朝了 长达了三十三年 所以政治完全是停摆 天天早朝 天天见不着皇上 可明知这样 还得天天受这罪 皇帝三十三年不上朝 明神宗也算创下中国历史记录 但是他并非天生懒散怠惰 而是在文官体系的前置下 他处处受限制 就连想立谁为太子 九五之尊也无法做决定 他越想越觉得 自己这个皇帝实在当得太窝囊了 他当了皇帝之后 要立贵妃大臣抵制 他包括要立他的太儿 正贵妃的儿子 也发生了立军立厨之争 一生争到十几个年头 皇上一国之君了 皇上要做什么 太子也要被人左右 万历皇帝忍不住仰天呐喊 在位四十八年 却像个傀儡没有实权 他想立他最爱的正贵妃 所生的儿子朱长巡 为太子 偏偏明朝传统 传长不传敌 朱长巡不是长子 明神宗的长子 是他和宫女生下的朱长巡 他不过是个宫女生的他 什么 你说什么 母后息怒 你别叫他那么好听 什么母后母后的 我也是宫女出身 我也是伺候先帝 暮宗皇帝的宫女啊 你看不起王公妃 就是看不起你的母亲 你嫌弃常若出身第一件 也就是嫌弃你自己的出身第一件 母后 母后息怒 立太子一世 母亲不挺大臣反对 明神宗闷到极点 于是他消极的不上朝 不管事 当作是对文官体系 无声的抗议 那有很多人想要辞职 连上了一百二十八封的辞职信 那就是没有人理 不理就是不理 不批就是不批 最后直接怎么样 不管了我就离开了 离职了 皇帝也不知道 我对外面的政治 原理觉得无奈感 我就在外面享受 我的人生的乐趣 有何不可 皇上真要处置他 我们要联名上本保重 对 对对对 我等愿意与叶相国一起承担 你能把六部的官员 全部抓紧吗 让开 就行了 让开 皇帝不上朝不打紧 明朝文官系统强大 朝廷可以在没有皇帝管理的状况下照常运作 但是明神宗的私生活却越发迷烂 靠女色不说 贪财的程度更是历朝少见 设立矿税 矿矿的税 只要有矿一定要抽税 这个税不是给国家 给他私人的收藏 所以明神宗在皇宫里面 盖了好几座仓库 就是要收藏天下的经营财宝 把钱练在他的国库中 不管老百姓生活怎么样 他不需要 所以要到最后那个 那个钱竟然变色了 就是洋化过路变色了 全国设矿税 两槐设盐税 广东地区还设珠宝税 明神宗甚至派人搜刮 贫邻百姓的经营财物 占为己有 名不了声 近几年皇室各种庆典 及宫内开支列了一个清单 其中仅修复 前卿昆宁尔宫 就好去五十余万两文银 恳请皇上 从内库的矿税银中分出一些 以应付福王的大婚费用 可是 竟被言辞批驳驳回来 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我说老相爷 这内库营里的矿税银 本是皇上的私家财产 皇上本来就爱财 好色 贪财 嗜酒 堕正 所有英明君主 不该做出的败坏示范 都在明神宗身上 一一出现了 无论大臣们如何劝说 明神宗始终我行我素 直到万历十七年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官 洛于仁他胜奏一本九色财气四真书 企图力挽狂澜 当时皇上当然勃然大悟 可是还要当时有推的方言 帮他还嫁 告诉皇上 如果你处罚这个大臣 那不是正好洛实你就是九色财气吗 我自然 你们别这样 我自然 我自然 你贏了 当年在曲流馆 朕就看上了你 乃何一直找不到机会 明神宗批阅 九色财气四真书后 依旧不知警惕 照常虚度光阴 就这样 原本由张居正创造出的 万历之质树光 就像昙花一现 直到明朝灭亡 石渝嘉诚讲了句话 他说明朝之王 虽然是王与从真 可是不是王与从真 实在是王与万与 神爱卿 正在位三十年 总是身体不欲 你们见面 跟什么 有劳你们了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 却有三十三年 皇位形同虚设 明神宗眼看大明江山 在自己手里耗尽国力 一步步走向灭亡 却毫无作为 这位传奇皇帝的荒唐一生 皆令后世摇头叹息 历史学家黄仁宇 代表性的著作 万历十五年 说的就是万历皇帝的不作为 如何让明朝 甚至是整个中国 走上了一条 停滞不前的道路 与西方进步的思想 越来越遥远 终于在四百多年之后 洋人的战船 开到了中国港边 笼笼泡声 才唤醒了沉睡的中国 不过黄仁宇 也为万历抱不平 要不是这个制度 让皇帝觉得 自己很多事情 都没有办法做主 万历或许也不会 当个叛逆皇帝 要故意的来跟体制对抗 不过体制就像是一个乌炎 你必须要先低下头来 才能够跟他和平共处 我们休息一下 带大家来看看 中国历史上 最沉得住气的皇帝 唐炫宗